記得一定要上油 上油,把它每個口 溫度讓它慢慢的升高 你全部32口都擦好的時候 記得要把油擦乾淨 為什麼要把油擦乾淨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不把油擦乾淨 你做出來的餅 餅皮會皺皺的不好看 面子擦 有時候還擦不乾淨 為了今天我特地跑去買了一團 繃帶西奧環一團15塊 蠻好用的 就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的溫度 要來一定打到我們要的120度 就可以開始用 把粉漿 味師傅請問這是什麼這樣的粉漿 我們用那個紅豆餅粉 這是剛才調蛋、調水、調油的 紅豆餅粉 製作出來的粉漿 這是紅豆餅皮的粉漿 對 我們現在 開始做了石油雞的 這一排 先逸流 不要用 那位師傅 我現在是要達到什麼樣的溫度 我才開始做 我剛才有說啊 120度啊 120度 就是最適當的溫度 對對對 三分之一 現在我紅豆已經放冷了 為什麼我們紅豆要放冷 因為啊 如果你不要放冷 你熱的時候就在就用的話 你這個紅豆餡 會沉下去 到時候啊 你另外那一邊 就沒有辦法用這個 這個高度 來擠壓它 它另外那邊的皮 會太厚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好了 還有啊 挖這個紅豆餡 不要這樣子挖 從上面啊 刮起來 把它刮平 就大小都一樣 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參考它的溫度 聲音 有時候我們做到一半 有可能 沒瓦斯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在倒粉漿的時候 一定要 有聽到那個聲音 啤一下 啤一下那個聲音 那才是正常的 如果你倒粉漿的時候 聲音都沒有了 那你要注意喔 可能是瓦斯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 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 這些餡料放冷之後 要先放冷藏嗎 還是直接 不用了 如果說 你早上做的料 你下午要用 你就早上煮起來的時候 就另外用一些 你下午要用的 放著 常溫 那當然就好了 為什麼 那請教一下 那你剛 有講說第一排不要用 是什麼原因 等一下有 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要賣油膏 嘿嘿嘿嘿嘿嘿 這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我要從這裡做上去 為什麼不從這裡做下來 這也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拭目以待 三十八孔 二十八孔 先做 你不用擔心這個會燒焦 不會 你做好的時候 你要觀察 你的粉 粉漿跟你的餡中間 那個 如果稍微已經半乾燥的話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為什麼什麼 什麼叫半乾燥 半乾燥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倒下去 我們倒下去的什麼 液態水水的 水水的嘛對不對 太壯 可是你看 因為它烘焦 是從下面跟旁邊四周 一起來的 所以它外面的一定先好 因為往線中間 水蒸氣會蒸發掉 對啊 它也會接近要熟的那個嘛 所以你看 接近 差不多已經半乾的感覺 半乾的話 好 還有你 可以試試看 把它挑上來看 看它的側面的顏色 很均勻 我們要的顏色是什麼意思 紅紅的 看起來很酥 很好吃 有沒有 還有你挑起來的時候 不會追的時候 它軟軟的 好像軟軟怎麼樣軟軟 但是你這裡挑 它馬上就有點變形 那就實際上還沒有 你再等一些 它空貝的時間還不夠 對 有沒有 都可以 但是這可以 我控制不重要 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們剛才一流這個 就是要做另外那一邊 就有一個順序 對 一樣三中之一 那一般來說 如果說 就二十八股做完之後 這一邊 是不是第一排 就差不多就好